哈喽,大家好,我是子昂小铃,今天是3月13号,下午5点多,开始集鸽,明天放300公里,现在我们去进棚抓鸽子了,现在棚里有11羽鸽子,我们进去抓鸽子,鸽子已经抓好了,总共有11羽。 希望你们明天飞出个好成绩啊,现在我们把鸽子拿到兴哥协会去,这会儿我来得有点早,这是鸽子定的,人不多啊,这都是人家教过的。 现在,就等明天的结果,明天我再给大家继续更新,买来入买来入,每个鸽子都得盖章。 今天是3月14号了,早上放了,7点20多放的,7点28分放的,看一下回来几个了,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五个,六个。 回来六个了,还有其他的没回来,现在给弄点电解质水,让鸽子好好休息。 现在把电解质水弄好了,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用温水啊,因为鸽子回来,气温都比较高,不能用凉水。 你看鸽子温成啥了,然后喂碗水,再给它喂点小粮,小粮用鸽药水给它拌一下。 这个是鸽子吃的小粮食啊,你再回来千万不要给喂肚子,喂肚子肯定会吐,因为肚子不好消化,这都是些小粮,也俗称魔鬼饲料啊。 给它加点这个中药粉,半勺就够了。 这个是拌好的粮,在这里还有大家要注意一下啊,给鸽子喂粮的时候要少食,多喂。 哦,给它少喂一点,因为鸽子刚回来,吃的太饱的话也会吐食,所以说,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,这个就是给用那个肠道,中药粉给拌的凉。 哎,你看这回来还打架呢,真精神。 就看下午还能不能再回来鸽子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,喜欢鸽子的,喜欢小粮的,对小粮点点关注,点点红心,转发一下,感谢大家对小粮的支持,下面下个视频见,拜拜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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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